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 深刻阐释了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 今天发布会一开始 发言人马小光介绍了有关情况 我们来看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历史事业出发 指出台湾问题以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民族复兴而解决 深刻揭示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庄严重申党中央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郑重宣誓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反对任何外来干涉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号召两岸同胞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共创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为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继续团结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 共同致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携手推进祖国完全统一进程 共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好再来看近期有台湾教育人士指出 岛内2019年启用的新课纲历史科目 遭到民进党当局所谓去中国化的切割 内容是支离破碎 60年前台湾中学历史课本 关于辛亥革命的内容是多达6000多字 而在2020年版本仅剩300多字 我们来看发言人的回应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谁也不能剥夺台湾同胞 身为中华儿女 接受中华文化教育 了解民族历史的权利 任何去中华的行径 都无法割裂 两岸的历史连接 和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 更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另外针对解放军军机 近期在台海的演训活动 民进党当局大肆渲染 所谓军事威胁 煽动对立对抗 台防务部门主管甚至称 目前台海形势是40年来最为严峻时刻 对此发言人强调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才是造成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 我们来看发言人的回应 两岸同胞都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两岸关系紧张对立 根源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加紧进行谋独挑衅 他们的所作所为 严重损害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也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解放军延续活动 是针对台湾 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 和外部势力干涉 目的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完全是正义之举 民党当局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完全是颠倒是非 倒打一耙 我想这样的言行啊 这样的谎言啊 欺骗不了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 倘若民党当局执迷不悟 不知道悬崖雷马 只会把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好的 以上是我在发布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一南 好 谢谢卢强 12号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近段时间台湾个别政治人物多次投书 外国媒体刻意歪曲联大2758号决议 旺称这一决议没有决定台湾代表权 甚至里面连台湾都没有提到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台湾个别政治人物言论毫无道理 对联合国大会涉台问题 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不会改变 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反对台独的态度不容挑战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赵立坚表示 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兼国际组织 1971年通过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 已经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 全问题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秘书处任何涉及台湾的事务 均应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大第2758号决议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 联合国和广大会员国均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充分尊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 联大第2758号决议 体现了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 白纸黑字 不容台湾当局和任何人肆意抵赖和歪曲 任何形式的台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 10月12号由国泰办指导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 中华杰出青年交流促进会主办的 第11届两岸青年创新创业论坛 在山西太原举行 来看报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 郑建邦出席论坛并讲话 郑建邦表示 宿国大陆的繁荣盛 为广大台湾同胞 特别是青年发展 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空间 两岸青年要携手并肩 立大智 名大德 成大才 担大任 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崇高事业 极致俱立 接续奋斗 我们将继续以两岸同胞的扶持为依规 扎实推进两岸同胞的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 让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越来越成为生动的现实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 特别是青年朋友抓住祖国大陆新发展阶段的机遇 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和受益者 如今创业创新已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也促进了两岸青年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共同合作 成为当下海下两岸交流的重点 任何的青年交流 我觉得更多是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要寻找到我们自我造学的一个方向 因为唯有让两岸青年可以合作一个项目 一个商业的模式起来的话 我们有这样自我的造学功能 我相信两岸青年 他们会更好的融合发展在一起 台湾年轻人当然也看到大陆市场的发展机遇 但是要进到大陆市场来 也存在很多的挑战 在两岸的青年里面 我们持续地去把这个桥梁 把平台给搭建起来 让两岸的青年能够从过去的这种 这个背对背的竞争 走向肩并肩的合作 本节目由灰指甲大品牌亮甲指定播出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琛昌 12号赴台立法机构 进行施政报告背询 过程中国民党基民带 郑立文与苏琛昌火爆交锋 吵了起来 据台媒报道 郑立文质询时称 现在不少外媒都把台湾形容为 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连台防部门主管邱国正都说 现在是台海40年来 情势最严峻的时刻 郑立文认为台湾跟大陆的军力 不成比例 并指出台湾这么小 大陆这么大 如果真的要玩军备竞赛 台湾怎么打得过 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 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 第二个是蔡英文 你院长 暂停 什么叫做外媒更小 请问下院长是什么意思 他可以这样出言羞辱立法委员吗 他可以这样羞辱立法委员吗 执行要打架吗 我会像你们那种丢力 你是要找我打架 你是要投降吗 他可以这样子吗 要求他道歉 他怎么可以羞辱立法委员 你批什么羞辱立法委员 你给我道歉 你以为是谁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是谁 我从头到尾 以理相近 我还不够有礼貌吗 两人唇枪舌剑吵了一番 郑立文回到质询台上 但苏贞昌依旧喋叠不休 还翻出旧账 当时还要拜托我去给你助选 还丢脸 当时还要拜托我给你助选 还要我拉着你的手 喊动算 我身杰丢脸 论证的地方 还要拜托我去给你站台 助选 他 你要不要制止他一下 你要不要制止他一下 好来来 先暂停了 时间先暂停一下 好来 大家冷静了 苏贞昌和郑立文12号在台立法机构这番火力全开的交锋后 立刻在岛内引爆了话题 各界自然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苏贞昌 大批网友痛批苏贞昌态度失格 纷纷涌入论坛与脸书相关新闻下留言 民进党到底在嚣张什么 绿营高官不断刷新三观 照苏贞昌这种态度 以后是不是都不能质询了 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发文 声援郑立文 他指出 民进党掌握庞大的行政资源 就应该更谦卑地聆听国民党的意见 才能避免滥权专制 而现实却是民进党式的所谓民主 不愿被国民党监督 不但持交资料反质询 声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苏贞昌 甚至带头在一场直接羞辱民态 罗志强痛批 民进党该把党名中的民主二字拔掉 不要玷污了这两个字 针对此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受访时表示 苏贞昌此番如此失控 用伤人的方式指控民意代表 苏贞昌应该赶快道歉 国民党前主席江启臣也发出质问 难道在台立法机构羞辱民态 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刚上台时 所宣称的谦卑吗 江启臣指出 郑立文的提问 有评有据 整场质询苏贞昌 像是长不大的孩子 展现蛮横压霸 不理性说明答复 只能靠呛声来掩饰他的无能为力 因此必须谴责苏贞昌的这种言行举止 以上就是今天对台湾媒体和舆论相关报道的梳理 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深陷罢免案的所谓台湾激进民态 陈伯伟眼见罢免投票日在即 这两天猛打悲情牌 声称将采取直球对决的热战方式反制罢免 甚至搬出所谓台湾价值来说事 由于近日陈伯伟负面争议连环报 导致民进党对他的护航力道退却 因此外界认为陈伯伟此番向民进党喊话意味浓 眼见10月23号罢免案投票日倒数即时 陈伯伟12号下午再召开记者会 除了宣布13号起展开选区内苦行100小时 通过徒步方式挨家挨户阐述其从政理念 鼓励选民站出来反对罢免 同时他易改先前模糊态度 定调23号投票当天会采取热战策略 动员支持者出来投下反对票 我每天至少在选区都辛苦奔波超过10个小时 我不知道说10个小时这件事情 有没有那么值得去放大或是值得去宣传 光上节目的时间我们初故统计 就超过170个小时 近100次的登台 我们选的不是一个见走的选手 或者是慢跑高手 罢免案投票日倒数 陈伯伟跟罢免团体两边天天都开记者会 最后时刻 陈伯伟还自我催眠称 相信坚定台湾立场 守护所谓台湾价值的人都会愿意站出来反对罢免 但台湾媒体指出 随着陈伯伟过往涉及肇事逃逸 赌博电丸等前科案件遭人起底 蓝绿投入罢免的力道开始出现落差 国民党推进罢免更为积极 民进党反罢免则是相对消极退缩 尤其陈伯伟涉及形势前科敏感 大众难以接受 这让绿营不得不与其保持距离 本栏由金砖会务用酒 扶猫叫酒赞助播出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年第18号台风原规的中心 目前位于南海西北部海面上 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台湾花莲 基隆一些地方传出灾情 尤其是在花莲的寿风乡 田里面的香蕉还有玉米作物 因强风骤雨被直接拦腰折断 本来预计12月就要采收了 而现在农民们的心血都泡了汤 一夜狂风暴雨让农民们提心吊胆 到了12号早上出门查看 几个月来的心血全变成这样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因为放眼望去 整片香蕉圆全都歪了腰 当地农会粗估至少损失4000万元新台币 而在这样的强风之下 玉米田同样也受不了 花莲寿风箱135公顷的玉米干被拦腰折断 至少1000万新台币的作物就这样被毁了 台风原规的外围环流携带惊人雨量 雨水从山头汇集到花莲溪 滚滚泥水差一点点要达到警戒线 而在台湾北部也传出一些零星灾情 12号中午有一辆客运车在新北市瑞芳台二线75公里处 疑似路面失滑 转弯时失控打滑 自撞护栏 造成车上4名乘客受伤送医 信号急救后都没有大碍 我就跟隔壁睡起了 睡起了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 车也不知道 有积水 要压到路边的标线 分隔线 红线那一个 所以一砸车就出去了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 当地时间12号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李亚布科夫 与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 在莫斯科举行会晤 李亚布科夫在近两个小时的闭门会晤后表示 双方对话坦诚 但没有取得进展 两国关系存在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李亚布科夫在会后表示 本次对话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如果不付诸更多重大努力 俄美紧张局势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不过双方同意就签证 外交使团等问题进行商讨 美方没有对会晤发表评论 纽兰在会后只对媒体说 她很高兴再次来到俄罗斯商讨双边关系 纽兰于当地时间11号抵达俄罗斯访问 此前俄方一直未将纽兰从制裁黑名单中移除 美俄关系近期一直处于低谷 上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置信总统拜登 称俄驻美外交官远多于美驻俄外交官 俄方必须增发签证 使双方人数基本相等 否则美国应驱逐300名俄罗斯外交官 俄方对此回应称 美方掌握的数字有误 如果美国驱逐俄外交人员 俄罗斯将关闭所有美国驻俄使领馆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新的节目365天 带您直进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同时提醒您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